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镇江府无县 五月时节 春夏交替 繁花盛开 正是一派好光景 这几年天下安定 百姓们日子过得不错 县城里逛街的人也有不少 临近中午时分 更是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间 熙熙攘攘的人群 谈话声说笑声 江无县应衬得越发繁华 忽然间 人群如批波展浪般散开 就看到一群人急匆匆地跑向一个医馆 领头的两个人还大声嚷嚷 让一让 让一让 人快没命了 让一让 有热闹看 散开的人群跟在这帮人后面 又有周围很多刚吃了午饭的人们也凑了过去 医馆的大夫提前得到消息 就在大门外面 几个学徒使劲地推开人群 让出来一片空地 一会儿攻敷 医馆外面的一张竹席上 放下了一名面色惨白的女子 又过了一会儿 医馆外面响起了凄厉的嚎哭声 还夹杂着一些叹息 一个来晚了的围观百姓好奇地问 这是咋了 另一个热心的围观百姓回答道 爱 看到那女的眉 说是早上去河边洗衣服 不小心划了一跤 掉进了水里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这抓紧送来医馆 大夫也无能为力 这不 刚大夫说人已经死了 哦哦 看着年纪不大 真可惜啊 是啊是啊 那几个哭的是她家人 好像是 哭得这么惨 看来感情应该不错 真可怜啊 这时 衙门的人也过来了 来了一个捕头和两个牙医 他们绕着尸体转了转 又询问了一下跟着尸体来的村民 就要以不慎落水逆死来结案 这时 补头看到围观百姓中 有个熟悉的面孔 忙走过去打招呼 老大人 这么巧 那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头发有些发白 但目光炯炯 腰杆子笔直 身后还有两个人明显是一起的 一看就是非富即贵 中年人姓刘 是当朝刑部侍郎刘寿的父亲 他笑着说 来逛逛 正好看到了这热闹 对着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老爹 补头态度很是恭敬 说了几句好话 他身后的一个雅意突然想起来 接待刘老爹的时候 听说这刘老爹素来都有破案能守之名 便凑去道 老大人素来神眼如电 要不您去看一下尸体 刘老爹是出门散心的 他又不是儿子刘寿那种破案狂 就要抬手婉拒 旁边哭得伤心的老年女子突然开口 这不是官府的大老爷吧 他 她怎么能看我媳妇的身子 嗯 刘老爹双眼眯了一下 话锋一转 笑道 来都来了 老夫就丑臭 丑臭 老年女子还想说什么 被捕头瞪了一眼 身后的男子也拉了拉滩衣服 才闭口不言 刘老爹先问冷闻案情 捕头的说法跟方才为观的百姓差不多 说这女子杨氏嫁到王家已经四五年 尚无仔细 今天早上村里人到河边洗衣服 忽然听到一声惊呼 就看到杨氏掉到了水里 他们忙上前救助 可杨氏落水后似乎太过慌张 手掌伸着 却怎么都抓不住伸过去的木棍 正忙乱间 她丈夫王二跑过来 不顾危险 静止跳入水中 将杨氏捞了上来 这时杨氏已经没了声息 孙立仁赶紧将她抬到县城的医馆 却为时已晚 方才捕头厌尸的情况 也证明杨氏确实是溺水而亡 再加上有人看到杨氏落水 便认为就是普通的尸族落水 不幸逆死的案子 刘老爹一边听捕头的话 一边盯着死者家属 带捕头说完 刘老爹走到尸体边上 费劲巴拉地蹲下查看 刘老爹先是掰开尸体的嘴 又斜着身子看了眼尸体的鼻子 又伸手摸了摸尸体的手 旁边的女子丈夫 也就是王二突然抱起 一把推开眼前的牙翼 就要去推散刘老爹 被眼疾手快的捕头及时拦住 但王二嘴里却没停 大吼着 登徒子 老不休 大家伙啊 你们看看 这哪里是查案 分明是占我媳妇的便宜 他 他先摸我媳妇的手 又脱他的鞋子 还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 刚刚还想摸我媳妇的脸 官差老爷 你们要主持公道啊 边上的老妇人也破口大骂 银贼 老不休 死者为大都不懂 还当众这么恶行恶响 老婆子我跟你拼了 再加上一个老头 王二一家三口都是一边骂着 一边要上前死扯 围观的百姓们 也都看到了刘老爹的操纵 这精神老头 确实是在又看又摸又脱 亵渎死者 一时间许多百姓都指指点点 群情激愤 王二一家三口 见百姓都站在自己这边 底气更足了 他们撕扯不到刘老爹 索性就在地上放声嚎哭 老妇人还直接开始打管 闹着说媳妇死不瞑目 补头面有蓝色 他想要替刘老爹说话 可亲眼所见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借口 为了避免引起事件 补头凑到刘老爹边上 想要劝他先离开 即便有什么隐情 也先回衙门 免得众口硕金 对老大人的名声不好 刘老爹摇了摇头 说道 你先让众人安静下来 老夫自然给你一个说法 补头定了定神 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 老爹都这么说了 即便出了事情 那也有大佬顶着 他还能趁机讨好一波 有啥怕的 他当即大喝倒 都给老子住口 再敢喧闹的 以干扰办案论处 拿到衙门 人人三十大半 官府的威严震慑全场 包括地上的一家三口 也闭上了嘴 场面稍稍安静 刘老爹朗声道 养补头 老夫且问你 溺死的人都有哪些特征 这是查案所必须的知识 补头立即应道 症状有六 其一负账如囚 其二嘴唇轻子 其三全身发白浮肿 其四五官中水字一出 其五浑身有鸡皮疙瘩 其六头发倒数而起 刘老爹笑道 不错不错 养补头果然是断案高手 如此多的问题要素张口寄来 有养补头这般人物 定然能震慑萧小 老夫一定会在贵县面前 为养补头夸上几句 养补头等的就是这句话 满面笑容 围观的百姓大部分也是第一次知道 溺死的人有这么多特征 暂时顾不上骂脑不休 都想赶紧背下知识点 等着以后到其他人面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渊博 也有头脑反应快地站在第一排的 撑着脖子想看看尸体 是否符合上述的特征 养补头自然不会想不到 他看了眼尸体 犹豫着说道 我刚查验了尸体 确实符合刚才说的几个特征 肚子发胀 嘴唇清紫 皮肤发白 蹊跷有水流出 刘老爹点点头 不错 但还有几个小小的疑点 方才众人所说 杨氏是在河水中溺死的 不知那条河有多深 带着尸体来的李正上前打倒 就我们村子旁边的一条小河 平常也就半人多深 能下去站住 可前两天下了场大雨 河水涨了许多 约莫有六七尺高 如果杨氏冷静点 他都能点着脚踩到河底 就能等到王二救他了 爱 刘老爹接口道 不错 老夫来了数日 没听说县城附近有什么大河 便猜测是普通乡间小河小溪 这般小河往往不会太深 杨氏掉入水中 一定会拼命挣扎 如果河水不够深 他即便站不住 也会碰到河底 那诸位看看 现在杨氏身上 是不是有些 太过干净 别说衣服上没有河底的淤泥 连手指和鞋子上 也没有沾到哪怕一点点的淤泥 哪怕杨氏就是碰巧 挣扎过程也没有碰到河底 可他一定会搅动水流 将河底的泥沙搅起来 那他的口鼻处也会残留一些吸入河水时的泥沙 而老夫方才查验 并未见到一颗沙子和一星半点的淤泥 小河中都会有些水草 杨氏的石指指甲里面 也没有看到任何水草的痕迹 难道杨氏落水后 就一点没有挣扎 任凭自己淹死 有事实说话 围观的百姓们就闹不起来了 现场的口风慢慢产生了变化 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就相见那些小河小溪 跳到水里面游泳的时候 身上脸上难免会沾到泥沙或者水草 这女尸上啥都没有 难道真的是有什么隐情 呼 一通说 压扶了围观的 刘老爹才指挥牙翼 将杨氏的尸体反过来 再把杨氏背后的衣服掀起来 一听要脱杨氏的衣服 王二一家再次跳起来 要去阻止 一边往前扑 一边哭闹不休 天啊 你看一看吧 人死了还要被折腾 天理啊 大伙帮我平平理啊 我媳妇刚死 尸骨未寒 怎么能被这么羞辱 可是这一回不光牙翼们 很是硬气地拔出刀将他们拦住 百姓们也没有几个人在声援 人们都盯着场中 想看看刘老爹还有什么说法 如果真的是冤死的 那人们也想要刘老爹 为杨氏查明死因 洗沙王者的冤屈 捕头掀起了杨氏背后的衣服 露出了一大块淡红色的斑块 这是溺水者在冰冷河水中形成的独特石斑 再将衣服脱掉 就能看到腋下和腿弯处 都有颇为明显的淡红色石斑 刘老爹指着说道 人死后会有施斑 而施斑的出现 是因为血液凝固堆积 所以武作艳尸的时候 会根据施斑的痕迹 来判断死者死前的姿势 没错没错 这是艳尸的常识 有贤冤博者就得已的 向身边的人们宣扬 刘老爹接着说 死者陷在背后 腋下和腿上都有大面积的施斑 说明他死后被人搬运过尸体 长期地在这些部位受力 才导致这种不正常的尸斑的出现 王二芒喊道 我媳妇溺死 是乡亲们帮忙送到这里救治 路上搬运尸体有什么不对 所以死者是被捞上来后 立即便送来医馆 途中可有停留 你是否对尸体做过什么 面对连缓问 王二有些犹豫 没 没有 刘老爹冷笑道 那就奇怪了 但凡溺水而死 口鼻处都会有大量的红色 或者白色泡沫 但阳式口鼻处只有些许水字 说明死者死后 被人清理过口鼻泡沫 你说没有对尸体做什么 那是谁敢当着乡亲们的面 去细心地擦拭死死者的口鼻 见王二张口结舌 刘老爹踏前一步 盯着王二 手确实指向方才 被他脱下来的女鞋 不光是口鼻 这鞋子 怕也是经过了处理 鞋底有不少河边的泥土 好似是死者穿着鞋子走到河边 但老夫抹掉了其中一只鞋的泥土 很明显地 相比于其他部位 鞋间的磨损极为严重 几乎磨平了 难道杨式走路 都是翘着脚跟 只用脚尖落地 依老夫之见 杨式并非是死于河中 而是被人扔进井里 再将井口封住 任凭他如何挣扎 如何试图攀登井壁 直到将斜阶磨平 都无人救助 活生生地溺死 死后 凶手才将他拉出井口 趁人不注意扔入河中 做出一副不慎落水身亡的假象 杨捕头 你且派人去这次的家中 他要确保尸体死后不久就入水 行动匆忙 其家的水井内必然还有些许痕迹 现在去查 当有所获 捕头大声应怒 就派亚裔先去县衙 调集人手 大围观的百姓 已经不需要什么证据了 只要看看那三个 刚才还疯狂撒泼打滚 现在却瘫在地上 面如死灰 一言不发的样子 就知道刘老爹的推理必然是切中了要害 人们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场景 一名女子走到井边打水 突然间 她的丈夫从后面扑上来 用力一掀 将女子掀进了水井之中 又搬来早已准备好的石头 把井口牢牢地堵上 女子在井中拼命地踩着井壁 想要往上爬 却被井口的石头拦住 她尖叫着 哀嚎着 却始终无人悔样 时间一点点地逝去 井中的声音也渐渐地平息 男子大着胆子 搬开石头 看到女子已然变成了尸体 便将尸体捞上来 仔细地清理了一下口鼻 再趁人不注意 拖到河边 往脚下抹上一层泥土后 用力一推 尸体落入水中 完成了一整个杀人遗失的戏码 要不是牙医们拦着 王二一家三口 当场就要被愤怒的百姓们给打死 输日后 县衙公布消息 杨氏确实是被王二一家所杀 原因是杨氏嫁入王家数年 却始终没有孩子 王二的父母对杨氏极为不满 平日李飞打即骂 还跑去杨家要求退还彩礼 可杨家早就拿着彩礼修了房子 便死活不同意王家修亲 两家人关系恶劣 断了往来 杨氏的日子变得越发的不好过 终于某一天 怨恨积累到了极点 衍生出了这一场惨剧 真相大白 王二一家杀人 都被判了斩首 这下子 他们不需要再担心什么香火断了的事情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